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韩厨艺 丝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吃的绿色蔬菜 它的营养价值已比较高 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丝瓜 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营养又美味,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吃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根丝瓜,把皮去掉 去皮后,把两头切掉 再把它切成小长段 再把它对半切开 最后,切成菱形块 切好后,放入大碗中 加入没过丝瓜的清水 放一旁浸泡着备用,防止氧化变色 接下来,准备一个洗干净的西红柿 利用一把勺子固定住西红柿 然后把煤气开到最小火 把西红柿放在煤气上烤一烤 随着水分的蒸发,表皮就会迅速开裂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葛西红柿去皮 葛西红柿去皮的方法有很多种 但是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去皮方法 简单快速 分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西红柿去的干干净净 看看是不是特别简单,非常干净 然后把它对半切开 再把西红柿根地去掉 跟着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条 最后把它切成西红柿丁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海鲜菇 把它撕散开,这样更容易清洗 加入清水 把它清洗干净 多清洗几遍 洗净后,控水捞出来,放菜板上 然后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大蒜,切成片 再切成蒜末 尽量切碎一些,这样吃着口感更好 切好,放入盘中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把葱白切碎 切好后,和蒜末放在一起备用 跟着,把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两个鸡蛋 将它倒入碗中 加适量的胡椒粉 去腥增香 把它们搅散,搅均匀备用 这个时候,将浸泡好的丝瓜 控水捞出来 放入另外一个大碗中 往里面加一勺面粉 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使每一块丝瓜 都裹上一层面粉 丝瓜的这种做法 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 可以给孩子当早餐 或者做主食,都是非常的不错 搅拌均匀后 放一旁,松弛15分钟左右 接下来,锅中倒入适量的油 把油烧热 油热后,把葱蒜末倒进去 翻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后,把海鲜菇倒进去 翻炒至海鲜菇变软 跟着,把西红柿倒进去 翻炒出西红柿汁 最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搅拌搅拌 盖上盖子,把它烧开 烧开后,煮两分钟左右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了 拍摄不易,制作不易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两分钟后,把丝瓜面疙瘩倒进去 搅拌搅拌,防止粘连在一起 烧开后,煮一分钟 再放一把上海鲜,煮至断生 蔬菜,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添加 然后,把鸡蛋液慢慢的倒进去 轻轻推动推动,防止糊锅底 再撒适量的盐 这里呢,就不用加其他调料了 这样原汁原味,更好吃,更营养 搅拌入味 最后,撒上葱花增香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开吃了 看着就很有食欲,非常好吃 把它盛出来,装入碗中 一道美味的丝瓜面疙瘩就做好了 晶莹剔透,滑嫩入味 汤汁咸淡适中 吃起来味道特别鲜香味美 营养丰富 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好吃又容易消化 而且做法简单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您觉得我做的家常菜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本来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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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